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向参与筹备这次会议的朋友表示感谢 同时呢 也对大家冒于参加今天的活动呢 表示欢迎 我们今天呢 很荣幸的请到了好几位非常杰出的主讲人和评议人 在他们发言之前呢 我冒昧的想讲几句我个人的感想 那么我和今天在这的很多朋友一样呢 对台海两岸可以说都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 那么对大陆的感情呢 你不用多说了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 不过呢 每一天都还是会想起那一片这个生我养我的黄土地 实际上呢 我们从事民运活动 我们面对打压和误解 我们做出奉献和牺牲 说到底呢 都是为了我们的父老乡亲 是为了我们同胞的幸福和前途 那么我个人对台湾的感情呢 可以追溯到这个文化大革命晚期啊 收听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广播 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的学生访台 那我也是第一批被邀请的留学生之一 那后来因为签证方面有困难呢 我是直到1990年才有机会去台湾 但是一到台湾呢 我就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觉得台湾社会呢 非常有人情味儿 我也有一种回到家了的感觉 那么台湾方面呢 对中国民运呢 也是非常支持的 北京之声杂志呢 是1993年 有胡平 薛伟和我这个共同创办的 那么北春以及他的前身中国之声呢 曾经得到过台湾有关方面呢 长达20年的大力支持 那么对这一点呢 我也是一直心存感激的 那么我们今天研讨的主题呢 是两岸关系 我想我们可以说呢 两岸关系比较理想的状况 应该是和平共处 良性竞争 相互提醒 那么如果两岸有一天 两厢情愿实现了统一 我想那也未必 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可惜的是呢 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 可是中国大陆在很多方面呢 仍然没有走上争轨 中国大陆所实行的呢 依然是台湾民众 完全不能认可的专制集权制度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里呢 大陆更是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和挑衅措施 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之下 连岸关系究竟会何去何从呢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请几位主讲人呢 发表他们的高见 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讲人呢 是 著名的政论家 北京之孙名誉主编胡平先生 那么就欢迎胡平先生给我们发表演说 谢谢 谢谢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研究的问题 讨论的问题 就是台海关系的问题 最近我们看到 一方面是美台关系在升温 另一方面呢 是台海两岸的关系在恶化 那么两岸关系的恶化主要表现在就是大陆的不停在打压台湾 尤其是这个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那么就在就在几天前 我们还看到一些台湾朋友 在联合国 有一个联合国广场 举行集会 再次提出就是台湾入联的问题 台湾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说来也是 但是 当今世界你就拿联合国为例 里面有很多所谓失败国家 流氓国家 可是像台湾 这么一个政治上 自由民主 经济上繁荣 文化 那个有高度的文明的一个地方 反而在联合国没有它的一席之地 这应该说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不过呢 这次他们台湾的朋友依然是以这个 要求就是以台湾的名义进入联合国 那么这本身就引出一个问题 因为台湾 大家知道它是个地名 不是个国名 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叫台湾的 现在台湾它自己的名字还是叫中华民国 因此很多台湾人就认为 台湾要获得国际空间 要进入联合国 那首先就要改国号 重新制定宪法 也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就主张 台湾应该就改名为台湾共和国 那么这样子就名正言顺 但是你过去 因为你现在联合国 这个中国的席位 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占据 那么你 而中华民国的席位已经被 已经被驱除掉 那么你这时候 你再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进去 这个是不太可能 而你台湾呢 它又不是个国家的名字 所以他们觉得 首先一条 台湾就需要改国号 可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台湾要改国号 就台湾本身而言 应该说它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 要经过台湾的这种 他们这个 现有的这种民主程序 做到这一点 并不是特别困难 但是问题是 如果台湾要改国号 那么很可能就是 中共当局一再表示 如果是台独就是战争 一再以战争相威胁 所以这么一来呢 就构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还在2000年 2000年的时候 当时民进党的陈水扁上台 因为陈水扁 原来就是很积极主张台独的 可是他在做了八年之后 他也表示台独这件事就是做不到 那么现在在台上执政的 也是民进党政府 蔡延文总统他在认为 他也没有提出要 这个启动这个民主程序 改国号等等 而一直主要呢 维持现状 那么这么一来 他一个大问题就是说 如果他尽管很多台湾人 希望改国号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呢 应该自己应该有的国际空间 但是他们又担心 中国大陆会对台湾动武 如果说在十几二十年前 那么当时这个大陆 他这个对台湾来说 已经有很大的军事优势的话 那么在今天 那么这种两岸之间的军事实力的对比 差距就原来更大 所以这个台湾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所以他们现在就并没有提出 这个要改国号的问题 当然也有人认为 其实台湾如果改国号 也未必就招来中共的这个武力进犯 那么他们的理由是呢 如果台湾改国号了 尽管中共一再表示 台独就是战争 而且呢 如果真的时候那时候打起来了 照理说 美国不一定会出兵保护 美国早就通过了一个台湾关系法 其中承诺要保护台湾的安全 但是其前提呢 是维持台湾的现状 如果台湾自己改了国号 改了宪法改了国号 等于是台湾自己 率先改变了现状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出了麻烦 出了战争 美国就没有这个保护台湾的义务 这就不像现在 现在如果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在台湾没有改变现状的情况之下 如果大陆要对台湾动武 美国就有义务 按照他的台湾关系法 保护台湾 可是你改了国号呢 那是你改变的现状了 这么一来 那台美国人就未必 就按照他的台湾关系法 他就没有这个义务来保护你 可是尽管如此 很多人还是认为 虽然美国说 如果台湾改国号 招致中共的武力精算 美国不会出兵帮助 但是真正出了这种事 美国还是会出兵帮助的 因为毕竟 美国不愿意看到 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 被一个专制的中国大陆所吞并 因为台湾和美国 分享共同的价值观 再说台湾有他很重要的 战略地位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 台湾的第一岛链 它是出于最关键的一个部位 因此呢 美国尽管 如果台湾自己改国号 宣布独立 中共要打 美国尽管他不情愿 到时候还是会卷入战争 还是会出兵力挺台湾 那就像俗话说的 唐朗普禅 狂血在后 如果中共他也事先估计到这一点 如果你台湾宣布独立了 他可以派兵来打 到头来美国 还是会卷入 卷入的话 他要打不过美国 那么很可能 中共就考虑到 那还不如不打算了 所以这么一来呢 很多朋友 台湾朋友就认为 和平独立 并不是不可能的 你共产党随然说 你要打 美国随然说 如果你台湾独立了 招致的战争 我们不帮忙 但是实际上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了 共产党要动手到动武 美国还是会卷入 而中国 中共 事先估计到这一点 那么他就不会动武 因为免得和美国 发生这种直接的相撞 所以这就是很多台湾人 他们认为 这个和平 台湾宣布独立 其貌看起来风险很大 其实没有风险 其实可以避免战争 那么这种观点呢 应该说有它的道理 但是呢 毕竟 这么做还是会让台湾 面对很大的风险 而共产党他也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共产党他竭力表示 在台湾问题上的 台独问题上的寸步不让 表示如果台湾独立了 不惜 不管任何情况 都一定要动武 那么这么一来呢 所以台湾 这种招数看来还不错 实际上是一个很安全的 很和平的独立的方式 但是对于大部分台湾人 还是不愿意把这份信 所以我们到现在 你看看 陈水扁在台上的时候 现在蔡英文在台上 他们都没有走出这一步 那么其实呢 这里关键就是 当然美国太多非常关键 我们都 刚才大家也谈到 因为台湾自己就没 你台湾不是个国民嘛 你自己也要申请 你要进入联合国 你自己都不是 你没有一个国家叫台湾 你自己也得改国号才行 你才能获得别人的承认 那其实呢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比如对美国来说 要真正 升级和台湾的关系 那最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承认台湾 和台湾建立正式的邦交 而要做到这一点呢 他并不需要台湾改国号 你就直接和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建交 那就完了 你过我们知道 共产党中共 在国际上 处处打压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 其实说来 共产党的招数只有一条 那就是说 哪个国家如果和台湾建交了 我们就和你断交 那因为台湾和大小大小悬殊 在国际事务上的重要性 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很多国家就觉得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和大陆只能要一个 那么他们当然就和大陆建交 所以他们就放弃台湾 问题是 如果美国 带头 宣布和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 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那你中共怎么办呢 你中共是不是 你唯一能做的事 你就是和美国断交 但是断交是个双刃剑啊 你跟美国断交了 你也会受很大的损失啊 你跟美国你断交 这个造成了这个付出的代价 你受不受得了 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了 因为你想啊 如果台湾自己改国号宣布独立 那按照共产党的说法 他就会一定要打台湾 但是如果台湾没有做任何改变现状的举动 只是美国这方面调整了政策 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 又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 因为台湾什么事都没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陆没有任何理由去打台湾 那另外呢 人家美国是自己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 你中国总不能因为这个作为理由 你跑去打美国嘛 这也说不过去 实际上我们看到过去十几二十年间 就有很多国家 原来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正式邦交关系的 然后他同时呢就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 结果这头呢 北京的唯一做法呢 就是和你这个国家断交 他也没去打这个国家 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道理 人家自己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 你凭什么去打人家呢 所以其实这个要使中国 台湾获得国际成长 获得国际地位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就是美国直接和现在的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建立外交关系 那就行了 当然 那么这里呢就是 我们知道 当年美国和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 当时有三个公报 其中三个公报都强调一条 那就是说所谓一个中国 那当然现在 特别在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政界学界很多人都提出 这个对原来的这个美国的 一个中国政策 是不是要加以修正 那其实在我要谈到的一点就是呢 其实如果美国 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前提之下 同时也要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并不违背 美国所原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 这点很重要 也就是它这么多并没有违反一个中国 还是一个中国政策 那么这里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很多人就以为这不承认两个中国了吗 你承认这个中国又承认那个中国 那不是你承认两个中国了吗 这就违反了一个中国的政策了 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里头 因为中国政府 中共当局 它一直坚持所谓一个中国 而其实中共当局 它对一个中国的解释 在前后曾经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在九十年代初 中国国台办出的一份白皮书 谈到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那就是重复了从79年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一直强调的那句话 那就是说 坚持一个中国 反对两个中国 反对一中一台 反对台湾独立 反对台湾地位为定论 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等等等等 过去都是这么写的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 中国国台办又出了一份 新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里头 对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解释 就有很重要的不同 这个新的解释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在谈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 他也强调坚持一个中国 反对两个中国 反对一中一台 反对台湾独立 但是他没有再说 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他没有再这么说了 另外原来的白皮书 还特别谈到 这个两岸关系 不能够反对 用两德的模式 和两韩的模式 解决两岸关系 这是过去白皮书这么写的 而后来的白皮书呢 就光写了 反对用两德模式 解决台湾两岸关系问题 而没有再谈反对两韩模式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就拿两韩模式来说 因为现在两德模式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东德西都已经统一了 我最后一两条题 两韩模式 很多人以为 你看一个北韩一个南韩 这不是两个国家吗 其实两韩关系不是两个国家的关系 因为南韩北韩的宪法 都写得清清楚楚 在谈到自己国家领土的时候 都是把整个朝鲜半岛 算作自己的领土 所以这一点就是 他们就认为朝鲜韩国 只有一个韩国 只不过现在有两个政府 那么现在其实大陆和台湾 也是这个关系 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谈到领土的时候 都是把两岸都算进去的 那么其实所谓现在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非常相似于两韩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 中共它并没有接受两韩模式 并没有接受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但是呢它也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 因此如果美国政府 按照所谓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原则 那么它完全有理由 完全可以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 又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那就像对这点 美国完全可以理直气方的告诉你北京 你北京既然可以 既承认北韩又承认南韩 那我们美国为什么不能 既承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承认你中华民国呢 所以这个在道理上是完全站得住的 我想从这个方式入手 我想也许推动 让美国承认台湾 恐怕还更容易一些 而且呢 它能更确保 两岸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这个对台湾对两岸关系 我想都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关系我现在说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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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